喂,現在是9月12號的凌晨1點鐘 那我就在昨天9月11號發生了我人生的可能職業生涯第一次的大傷患 那是什麼事呢? 就在這場90週年結智的慈善賽裡面,我就後備落場,對李文 那樣呢,在比賽途中有一球球反擊,我就對著曾暗濤,阿濤 那球球球呢,我打算吸後腳,一吸的時候,那個球就過了,阿濤也沒有碰到我 那我自己打算右腳踩到地上,變速去那邊的時候,就發覺膝蓋擺一擺 那都很痛一下,還有我自己也聽到裡面有些聲音 那不是拍一聲,是可能兩塊骨頭中間摸的聲音 那當時我馬上就很痛,就真的踢不到了,不斷喊 那去到出場的時候,其實就沒有那麼痛的 那但是,一路高聞我們的Visio Ball 那他就覺得是一般的的 那住場也有醫生,那一確,他就覺得表面上不知道有什麼事 那都要等到星期一,我去醫院做這個磁力共振才知道什麼事 那就是因為,現在都可能有點腫了,所以就隔兩天才做這個磁力共振 那我當時感受其實都很痛,很痛之後其實就一直在想 如果真的傷大傷,那怎麼辦呢? 就是這九個月,可能半年,不知道 那這段時間究竟會怎麼樣呢? 那一刻也想起很多我曾經都傷過可能十字印帶,或者膝頭哥的隊友 那阿龍,阿文輝,阿生仔,甚至是阿壹,之前傷過究竟我是怎樣呢? 那我的腦子浮現了很多畫面,也都在想,如果要休息,休息多久? 那時候出來,又會怎樣呢? 那就是,當時的腦子是想很多這些東西,但是 那就是到這一刻的感覺,就覺得有些可惜了 去到這一季,上季回來結智,那我覺得自己都踢得OK 去到打算今季,就是心理質素好了 然後兼且自己又吃東西啊,做gym那方面都做多了很多 那很希望這一季是會再踢得好些 真的,可能在入球上,助攻上,真的可以進到多些球 那但是,去到開季前,一場球竟然這樣傷一傷 那當然是,不知道透過多久的 那,就是所有東西都向好的方面 你說,不開心,很失望,都一定有的 自己去到,看場邊都有哭 那,希望去到星期一,照完登報告出是會有好的結果 希望是半月版,幾個月,兩三個月這樣 就是,如果是兩三個月都很好,我覺得 但是,這一刻做到都不多 只是,拍這段片去記錄自己的心情 就是這一刻 還有,就很痛了 就是,我都保持著,呼冰這樣 就是,Visio都叫我,睡覺浪高隻腳 然後,保持著呼冰,沒有被他腫 那,那可能會幫到一些傷勢 那,那,對 那,這一刻的感受,我會記住 那,希望,快點痊起來 那麼,我可以,真的,表現自己的能力出來 對,我會繼續拍的 叫做,記錄我的,所有的moment 對,謝謝大家的關心 以及我的家人 朋友女朋友幫我 去 take care 我就是今天 下次見 球場見吧 遲些